炸花生的油溫 炸花生油溫 大家好,又係星星和大家吹吹水 星星這兩包是什麽來的 一看就知道是花生,今日做兩包花生有煲湯 花生除了煲湯還有很多用途 最直接方法當然是炸了來吃就最正 如果做炸花生,買什麽花生炸就比較靚 我這隻叫豬豆,買小粒的豬豆炸最香最靚 不要買大粒的,大粒的適宜用來煲湯 例如小粒的豬豆用來炸花生就最好 今日炸一包 淋炸前有什麽工序要做呢?這個問題問得相當好 暖壺,落些80至90度的滾水 浸去五六分鐘,浸去五六分鐘有兩個作用 第一,幫它清潔,令灰塵的色出 第二,花生衣本身都有少少滋味、苦味 這段時間浸出來 浸了五六分鐘後,大家看不看到水的色 這段時間倒起來 把水分隔出來,隔完水後,用廚房紙抹一抹乾身 最好吹一吹它,然後開始炸它 放適量油,開火 炸花生的油溫都不要用太高的油溫去炸 大約用120至130度的油溫 花生就好下去了 下去大家看到微微有泡出,保持著油溫 晚加熱,不要心急 當油溫加熱過程當中,將花生裏有水分慢慢逼出來 全程保持著中細火,慢慢炸它,推著它 推到花生稍為輕生,油溫會慢慢高一些 現在大家炸了三分鐘左右,推下去花生開始輕生 見到泡又開始,中間比較細密些 保持著油溫,不用加大 因為炸花生本身的溫度亦很高 炸到夠橫色就可以起,要炸多一分鐘左右 現在全程大約4分鐘,推下去輕生,聞到有花生的香味 花生稍為轉色,這段時間立刻好拌起它 如果炸到花生夠色才拌,就焦了 拌完之後,搓一搓油,然後去瀝油 大家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有些花生本身還在燒 有些瀝瀝聲,為何等花生一轉色就好起,就是這樣 因為花生本身的熱度還在炸花生 就好,盡量攤開它,中間給少少空位去,不然中間那些就會焦了 花生就好,先加鹽,先加鹽,先加少少鹽,先加少少鹽,不要加鹽 現在食已經好脆,聽不聽到聲音,相中的脆油 這類型的炸花生,餐前小食就一流,送粥又一流 還有很多餡料都會用到炸花生,例如椰絲,花生,芝麻,餡料,弄碎些花生 或者炒完糯米飯都要審幾粒花生上面 今日的炸花生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吃炸花生的網友,給個like我星星 訂閱我星星的頻道,幫我分享潮州炸花生 下一個視頻再和大家吹角,拜拜